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事实报 中兴同意受罚17亿美元来换取美方的谅解 中兴公司上周末原则上同意了美方草拟的一项协议 接受17亿美元的罚款以换取美方取消制裁措施 此外美国商务部还要求不受约束的现场突击检查 以验证中兴使用美国零部件的情况 据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说 由于美国商务部计划修改去年的和解协议 将中兴去年缴纳的3.61亿美元的民事罚款 计入新协议的罚款金额 包括10亿美元的罚款 以及为了应对未来可能的违规行为 而交托给银行的4亿美元 因此新和解协议对中兴通讯的罚款 将为17亿美元 据了解中兴通讯还没有签署新的和解协议 而美国商务部的发言人罗克斯周二也表示 双方还没有签署最终的协议 好了以上就是由梁骏为您带来的新闻时事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